南投县议会在今日上午召开第二审查会各单位业务报告及检讨议程 县议员黄春林和陈怡君针对县消防局相关业务提出质询 黄春林议员针对今年凯米台风来袭 各项正在救灾的应变能力不成熟 加上通讯系统是救灾中重要的沟通桥梁 希望县府消防局能加强救灾应变能力 并且规划好断电的应变措施以免影响救灾工作 因为在凯米台风来之前 七年已经没有台风 相对我发现到在各乡镇的灾害应变的能力 没有那么显熟 相对我是说建议我们灾害应变中心 在经验商的传承 能够传输给各乡镇 因为各乡镇蛮多的新境人员都没有经历过这些灾害 所以他在这方面的作业 事前事中事后的作业相当规定 比较没有那么选手 在这次凯米台风里面我看到我们警消同仁 在风雨中执行 包括在障碍的排除 横向联系的一个行政作业的相关单位联系 我们都看在眼里了 但是在灾害应变救灾过程 手中我觉得说 但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手中是在通讯 包括消防局跟警方局里面的通讯系统 里面有没有所谓的断电措施 万一停电的话 可以保持通行的畅通 县议员陈怡君表示 根据资料显示 南投县到院前欧卡急救成功率 远低于全国平均值 陈议员希望消防局也拟改善方案 另外 全县目前还有七个乡镇 未配置高级救护技术源 希望消防局能规划如何调度 对宣明的生命更有保障 从我们审计报告里面 我们看到我们南投县110年到112年 我们到院前的欧卡的伤病患的急救成功率 低于全国的平均值 这部分我要请消防局 要来研你改善的方案 那我现在关心的就是说 从审计报告里面特别提到的 跟这个欧卡 跟这个急救成功率 有相当关系的 就是我们的高级救护技术源的人数 不足13个乡镇 从这个报告里面发现 还有七个乡镇 目前是没有TP的 那我希望呢 你们要去注意 这个人员的分配的部分 千万不要因为没有TP 导致于本来可以救起来的人 因为没有TP的随同 然后就欧卡了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可惜 因为就我知道 你要训练一个TP 中央要花30万元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花了30万 训练出一个高级救护技术源出来 而他因为调派工作 而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个任务 那这样子对整个南投县民来讲 我觉得他们的生命安全 也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所以我希望明年度我们再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进步的数据 在今日定期会议程中 县议员黄春林和陈宜君 针对县消防局相关业务提出建言 攀消防局研议规划 并且改善守护民众的生命安全 记者庄仪廷南投县议会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